大家好 在開始之前我想先 講一下一個小故事 幾年前我還是學生的時候 那時候我接大一吧 然後我跟幾個朋友 在宿舍打電動 來打發現我們不能這樣宅下去了 我們應該出去 去夜店 所以我們開始把已經長了灰塵的 髮辣拿出來塗一塗 然後就一行人浩浩蕩蕩的過去夜店 十點半吧 我們到那邊就發現Bartender已經開始在插桌子了 才十點半耶Bartender已經插桌子 這到底在搞什麼鬼啊 所以沒辦法我們幾個人還是買了雞排 回去繼續打電動 那後來回來創業的時候 我再去看再想這件事情 原來 酒吧或者是夜店它其實就是一個平台 它應該要做的事情是 你應該要 給女性朋友免費 或是Ladies Night或是任何的酒水免費 因為很多女性朋友進來之後呢 就會有男性的高消費族行人進來嘛 他應該這樣操作 他為什麼不這樣操作 我後來才知道 因為他選在一個 男女比例只有7比3的清華大學 附近開業 所以當然不會work 平台就不會啟動 所以回頭來看 陽光福特加 我們怎麼樣啟動 這樣子的平台的 剛才提到 酒吧是一個平台 它讓男女沒合在裡面 陽光福特加 我們其實每個三個角色 第一個就是 你有屋頂的人 你不一定要出資 你也可以提供屋頂 還可以得到一些收入 來讓我們蓋太陽能電廠 那第一個是小額投資人 你或許覺得 這個是一個好的投資產品 可能有7-8%的內部報酬率 可是買下整座電廠 對你來說金額太高了 我可不可以買一小部分就好 在平台上面你可以 那最後一個就是 太陽能系統建設廠商 前面兩個有了 你總要有人蓋嘛 對不對 剛才的酒吧 那看起來就簡單多了 我只需要針對女性朋友 做一些塑膠 我可能就可以把平台 給啟動起來了 可是我們呢 我們有三個角色在這 我們該怎麼做 我們選擇了 我們先把左邊兩個人 給搞定吧 所以呢 我們第一步就是找屋頂 可是當我們在找屋頂 過程當中 我們其實遇到很多 大到小小的問題 比如說像這樣 這是一個屋主陳先生 我們就跟他說 陳伯伯 你的屋頂平常不會上去 只有水塔 要不要乾脆給我們使用 我們在上面蓋太陽能板 這樣你頂樓的溫度 就不會這麼高 而且因為雨水 不會直接打在樓板上面 所以你的防水壽命 又可以延長 我們還會把它架高 你還多了一個涼亭可以使用 而且 我們還會把每個月產生的電費 回饋給你一部分 當作租金 重點是 一切免費 那陳伯伯聽到的時候 他嚇壞了 他覺得其中比有詐 哪有這麼好的事 對吧 我們還遇到很多的屋主 都有這樣子的一個反應 所以也不是那麼簡單 剛剛提到了 那我們就找投資人吧 這或許是一個好的投資產品 7-8% IRR 就對環境有益 可是這麼新的一個參與方式 到底靠不靠譜 所以他們心中還是會忐忑不外 那更不用說去找太陽能系統廠商了 太陽能系統廠商在台灣 是一個相對成熟的產業 可是這樣子的一個新的參與方式 對他們來說是陌生的 所以紛紛你在後面觀望說 你們成了 我們再來下一步吧 所以變成我們在整個啟動品牌過程當中 也沒有得到太多來自於 太陽能系統廠商的 技術性上面的資源 平台就是這樣 你如果沒有讓三個邊同時在裡面運行的話 它就是不會啟動 我們大概花了半年的時間 都在這個三個邊周旋 一直都沒有斬獲 一直到去年的五月份 我們來了一位實習生 那這位實習生呢 他除了幫我們很多忙之外 他還把他爸爸的屋頂給提供出來 讓我們可以使用了 所以我們團隊下去去看 這屋頂到底可不可以用 我們發現它的面積夠大 我們發現旁邊沒有大樓 所以沒有遮印 然後我們發現這是一個合法的屋頂 雖然是鐵皮 可是它有使用執照 所以它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我們終於確認 它是一個可以使用的屋頂 好不容易我們有了第一個專案 這可以讓44位的小額投資人來投資 所以接下來就要看 這44位到底在哪裡嘛 對不對 過去一年當中 我們大概開了50場的這種 推廣說明會 除了推廣說明會 我們還盡可能的參加露出 或者參加一些演說 盡可能讓大家知道 我們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累積了一些口袋名單 想說這些應該是相對有興趣的 所以在去年剛剛提到 六月底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訊息給推出去了 告訴他們說 我們有一個平台 這事情要發生了 各位來參與吧 那我們也不知道 後面的反應會是怎麼樣 很幸運的 我們居然可以在五天之內 這種私有的平台 大概總金額大概八十多萬 也可以在五天之內 就完成的集資 那這個名稱叫做淡宅 淡宅一號 因為它是台南嘛 我們希望能源 能夠有更深的這種社會關係 但是如果 只有這樣子的一個成功案例 那就只是特例 那我想分享的是說 因為這個成功案例 怎麼樣讓那個平台給啟動 因為這個成功案例呢 剛剛提到的 這可以讓四十四位投資人來投入 所以這四十四位投資人發現 原來我家裡的屋頂 還有這樣子的閒置價值 所以紛紛地告訴我們說 我的屋頂可以給你們使用 所以這大大的降低 我們去找屋頂的effort 那因為我們多了幾個屋頂 所以又可以觸及到更多的投資人 而因為有更多的投資人 所以又有更多的屋頂 更多的屋頂就可以找到更多 更多的投資人 而當這樣需求一波一波的 被放大的時候 太陽能的系統廠商 它變得更願意與我們合作 提供性價比更高的服務 所以截至上個禮拜為止 我們總共完成了八座的 公民電廠的集資案 而且現在還在持續的發生當中 我們相信很快就會有這麼一天 這一個一個這種光突突的屋頂 都能透過全民來參與的方式 來開始生產濾電 而且每一個人都能夠在這過程當中 得到益處 我們正在創造一個重濾時代 所以邀請大家來跟我們一起重濾發電 謝謝